经过连日来举行的筹备会议后 南加州桥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国庆筹备委员会 于8月9日在Rosme海珍大酒楼举行记者会 宣布南加州桥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国庆宴会 于9月16日在圣盖伯西尔顿酒店隆重举行 欢迎侨胞踊跃参加共襄盛举 共赫国庆 南加州桥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国庆筹备委员会 由桥界领袖马树荣 刘建民 关建荣 蔡成华 李社朝 郭颂 陈惠碧 乌锦辉 张朝海共同组成 马树荣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帮助了国家富强 人民得到了安居乐业 令海外华人华侨之地位得到提升 明年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 所以今年的国庆活动可作为明年国庆活动之暖身前奏 明年南加州桥界将更隆重及盛大举办各项国庆活动 欢迎南加州桥界及早做出规划准备 关建荣表示 改革开放刚好40周年 喜见祖国改革成功 深受国际肯定 海外侨胞引以为荣 所以海外侨胞南加州桥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的国庆宴会 定于9月16日晚上6点在圣盖伯西尔顿酒店隆重举行 欢迎广大侨胞踊跃参加共襄盛会共和国庆 我们通过这个庆典活动升起文艺晚会晚宴 这个不同的形式来彰显南加州华人华侨的朋友们 对血浓于水的对中国祖国的一种牵挂和一种情怀 也希望美中关系能慢慢的回归到正常 能视中美两国一个友好相处协商共同发展和进步的那么一个状况里来 我们呢今年还是一样全球团结共祝 共同庆祝伟大的祖国生日 也衷心地祝愿我们这次全球共同举办的南加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的国庆晚宴圆满成功 那今年呢我们的节目部分呢 就是根据大家的这个建议和以往的经验呢 有一些就是说我们试着做一些改变 那么我们用一种这种名乐的方式 用中国最经典的名乐方式 用专业的这个名乐表演艺术家 我们让他们来表演 连着我们最这个熟悉的一些 那个我们的民主的这个名曲 那么大家会在一种很轻松的 很愉快的这个氛围里面那个进餐 所以我们今年也是做一些尝试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